來 上課 記好 教練帶小朋友上籃球課 看起來頗具規模 架式十足 上課小朋友還不少分組開心比賽 卻被爆出老闆收錢 但惡性倒閉 詐騙捲款 四個籃子漢就出來面對 假借這些吸筋 然後開著名車 落跑了 家長欺詐控訴健身房老闆 收了上課錢就捲款潛逃 位在高雄的體育人文創 光是學員就有將近1500人 一堂籃球課收400元 老闆跑路前還推出優惠 鼓吹家長買課惡意捲款 恐怕騙走近千萬 利用人性的弱點 利用孩子的心靈 王先生真的是非常可惡 有些家長他在一月底 他可能一次就購買兩三萬 根本就沒上到課 受害人被騙金額不一樣 有家長一次買80糖 就被騙走3萬多元 救灵員工也指控 薪水沒發老闆我們也找不到 怒含我們也是受害者 被欠了將近6萬 那加上有一些主管 例如說像我 那我們之前都有幫公司 帶電薪水去發 那可能就更超過這兩月的薪水的部分 公司總共50多名員工 遭欠薪1500萬 兩個月沒幾薪 公司老闆不見人影 匡騙家長買籃球課 小朋友卻沒課上 目前已經聯合500多人 先投訴協商 希望老闆出面把錢吐出來 讓大家好過年 記者洪富人郭宜貞 高雄報導 小朋友 我們好久不見 都在 необ戰式 都在都有 都在這段 目前在這段 都是在準備好 來 都在